哈喽各位这里是夏芬音乐 要说歌手演唱会上 请个助演嘉宾什么的 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 不过我也看出来了 这请人呢也是个技术环 不然这少有不慎 可能就是助演变主演 从这边是中间 右边 左边 右边 左边 左边比较大声 跳下去 不知道为什么 你来了之后 他们变得比较天狂 那么今天 让我们来看看演唱会上 一不小心请错大神的名场面 说是来砸场子的 一点都不过分啊 我跟你讲 其实这些人呢 他们都是假的五月天的粉丝 外赞粉丝 虽说五月天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意义非凡 但谁将你请来的 也不是啥繁复俗子呢 这部2018年演唱会上 他们又邀请了周杰伦主唱 不仅演得全场粉丝尖叫 甚至自家粉丝 还本着给熊猫减肥的夺损精神 现场合唱起了双结棍 别说五月天是蒙的 结束时周董的一句 谢谢五月天 直接把我也给干蒙了 而要说到不老男神刘大华 不管是他的歌还是他的剧 都承报了不少人的青春回忆 演唱会更是一票难求 不过就算是这样 他也有着自己的崇拜对象 那就是林子祥林大爷 要知道当初刘德华学习唱歌 并成功进入歌团 可都受不了林子祥的帮助 而当演唱会请了恩师 一首凭着爱 凡男神 三分钟秒便迷地了 我曾做节奏 不贵地 又 کہ华华华华华华终结果 奇葬博海开心 深簡简单单单意结果 最美麗戏面是一个 大女猜猜天见事好 每句排队 曾提过 而在荣祖儿2019年到香港宏观演唱会上 在演唱这本剧那么远时 张学友竟惊喜登场 你就听着现场的呼声 难怪就算是罪犯 也要顶着巨大风险去听他的演唱会呢 现场演唱不仅温如CD 唱到嗨处更是有兰花之家时 可以说是凭实力打场啊 不得不说当他们一开口 主角光环都得跟着走 好了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我们明天见啦 拜拜